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或者说他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拥有多少财富 以及多高的地位 都永远不可能摆脱烦恼和痛苦的纠缠 然而即使如此 也有很多人能够活得非常幸福 活得非常从容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生活 被烦恼和痛苦所控制 想要活得从容 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只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就可以了 一 外缘内方 懂得变通 取向于前 外缘内方 这是黄炎培给儿子的座右铭 意思就是 做人做事 要像铜钱一样 外缘内方 外缘内方是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 方 是为人之道 缘是处世之本 方是原则与规矩 缘是变通 为人处世做到外缘内缘是一种大智慧 季晓兰无论在政坛上还是文坛上 她都颇受欢迎 这主要得益于 她处世外缘内方 懂得变通 每次季晓兰和乾隆皇帝一起去散步 乾隆突然问她 什么是忠 季晓兰回答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魏为忠 于是 乾隆便以帝王的身份 要求她立刻尽忠 看她如何做 季晓兰先是一惊 随即答应 便离开了 不久 季晓兰又回来了 说自己本想跳河尽忠 却被屈原阻拦了 乾隆皇帝不解 季晓兰又解释道 屈原说 她那时遇到了楚怀王昏庸无能 才不得不跳河 而现在 听说是开明盛世 让我回来问一问你 问您说自己是不是昏庸无能 如果是 我再去跳去 所以我这就回来问您了 乾隆听后 放声大笑 称赞季晓兰机智 虽然是一件玩笑事件 但季晓兰以变通之策 解决了皇帝为自己设下的窘境 既表明了自己作为大臣的忠心 也解了自己的为 季晓兰的忠义之心 皇帝心中自是明了 但此时 若是换作旁人 急于直言自己如何忠心 那么反而会适得其反 做人太过方正 则不懂得事故人情 形势太过直率 则显得有些笨拙 棱角过多 则不通人情 不懂变通 会遭致祸患 使自己寸步难行 真正的智者 处世外缘内方 懂得变通 在自治通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之后 宴请群臣欢庆 在宴席上 魏王问文武百官 自己是昏君 还是明君 官员们纷纷称赞大王是明君 而官员任作却直言 大王是昏君 此时的魏王 憋着怒火问他缘由 任作回答 大王 您获得了胜利 攻下了城池 没有按照功劳分给您的弟弟 却分给了您的儿子 可见 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 马上下令 将任作赶出去听后发露 这位大成说 大王是明君 明君的手下 多是些职臣 现在大王手下 有像任作这样的职臣 可见 大王是明君呢 魏王听后 立刻把任作重新请进来赴宴 任作刚正不阿 但也因为过于直率 不给魏王留颜面 导致自己不光没劝谏成功 还差点丢了性命 而任作之后的一位大成 则是外方内缘 懂得变通 他明白自己的初衷 是要使魏王纳贱 更懂得以委婉的方式 寄给魏王台阶下 又让魏王明白如何做一个明君 《论语庶尔》中写道 子温而立 威而不猛 功必安 意思是 孔子的形象是温和而严厉的 威严而不凶猛的 谦功而安详的 面对自己认可的事情时 孔子是温和的 当事情有备于原则时 当严厉则严厉 当与外界相处时要圆 懂得时刻收起棱角来 以和其待人 在原则问题上要方 做到坚守自己的底线 以硬气示人 给生活做检法 保持身心健康 巴菲特作为世界首富 很多人想象他的生活 应该是豪华奢侈的 但是这位老人却过着 极简 而且近乎于抠门的人生 他居住在奥马哈 远离大都市的繁华 只有一辆车子 还有一座多年没有翻新的房子 衣着也总是很随意 鞋子经常穿到磨损得很厉害才刚换掉 他的头发不是用电锥风吹干的 所以在很多正式的场合 他的头发看起来也像早晨 刚刚从床上起来的样子 巴菲特的生活极其简单 他对物质不是很感兴趣 巴菲特在美国经常受邀参加盛宴 一倒到山珍海味端上来 他却一口不吃 厨师长不挤 亲自来问询原因 巴菲特说 饮食越简单 自然吃的也越少 巴菲特不想让事情复杂化 他尽量地将分散的精力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的限度 并且做到始终如一 生活在安静的小城市里 吃简单适口的食物 这种远离繁华喧嚣的半田园生活 让他倍感舒适 巴菲特甚至连投资理念也十分的简单 在价格最低的时候买进股票 然后耐心等待 他遵从爱因斯坦的信条 财富和表面的成功 炫耀和奢侈 对于我来说都是可耻的 我相信 简单而不装腔做事的生活方式 对所有人都是需要的 都是我们身体和思想最需要的 工作也好 休息也罢 如果不能够做到进退有度 很有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中 休息和工作同样重要 不妨利用晚上看一场令人捧腹大笑的电影 在节假日参加一次感动心灵的音乐会 利用假期时光 和家人来一场轻松的旅行 学会给生活做简法 彻底放空自己 才能够轻装上阵 学会放松 缓解压力和适时的休息 才能更有精力去好好生活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别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面 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重要的人和事 生活才能够从容 学会给生活做简法 舍弃无用的社交 把精力和时间放在重要的人和事上面 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别被欲望迷惑 冷眼面对诱惑 幸福 唾手可得 别被物质所累 学会给生活做简法 简单地过更快乐 轻松生活 保持身心的健康 才能让人生之路走得更顺畅 不让过多的物品和人情扰乱自己 把精力留给更重要的事和人 才能让生活更加的从容啊 三 做人有分寸 懂进退 越国的范黎 就是一个知进退的人 他深知 狡兔死 走狗烹的道理 驻越王沟建成就大业之后 隐退山林 伐州于西湖之上 自在逍遥 后来 他还凭借出色的商业头脑 成为了富家天下的桃珠公 能如鱼得水的人大多都懂得进退 能进退 善进退 史记有言 飞鸟进 两宫藏 狡兔死 走狗烹 古来工程大多难免这个下场 张良给汉高祖刘邦出谋划策 打下了锦绣江山 刘邦曾经这样称赞张良 付运筹为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在打江山的过程之中 张良一直被刘邦封为帝者师 汉朝建立之后 刘邦开始分封众功臣 刘邦呢 打算封张良高位 但是张良滋而不受 只做了一个刘侯 并逐步从帝者师 退居帝者宾的地位 把高官爵位 都让给后来的能成 张良的懂进退 赢得了刘邦的信任 使得张良成为少数 得以保全自身的工程 做人要懂得审时度势 适时退去 是一种智慧 1864年6月16日 天津沦陷 曾国藩和曾国权 是头等的工程 清朝对于他们兄弟二人 大家赞赏 曾国藩 受决一等侯 弟弟 受决一等博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好事 但是曾国藩 却陷入了深深的疑虑之中 面对朝廷 那些对准他的案件 思虑再三 他决定移退为进 多次猜测乡军 申请让弟弟回乡养病 借此收回弟弟的兵权 并且不断地削减自己的权力 这也为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留了后路 正是曾国藩懂进退 才让保全了自己 晚年得以作为功臣而善终 从古至今 不知道有多少名臣贤士 因为不懂得进退 而不得善终的 商鞅为秦孝公 制度良恒 改革货币 废除锦田 重化土地 教民耕种 作战 作为百姓安居守法 秦兵无敌于天下 可是攻城之后 商鞅尽惨遭无马分尸之行 无其为楚卓王 金检机构 财太荣源 致腐败改封器 南宫阳岳 北收陈菜 公已成 却死于乱箭之中 年庚瑶 运筹帷幄 驰骋于疆场 贫定西藏乱世 率清军 贫息青海 罗布藏丹京 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最后雍正 还是备而杀之 论文韬武略 他们都可以称得上 是人中之龙 可就是因为不懂得进退 才惹来了杀神之祸呀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所 不论是对什么人 懂得进退 才能活得自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